用心疼惜大地 其实多年来 慈祭人也把绿色思维的观念 融合到建筑里面 像是慈祭四大之夜的各个建筑物 几乎都是以绿色环保作为概念 疼惜爱护环境的心不言而喻 水情吃紧 日月潭水库 九只青蛙浮出水面 缺水危机 全民开始省思 其实多年来生活中用过的水 慈祭人几乎会留下重复利用 应该是习惯了 也觉得水漏掉没差 省水省电疼惜大地 用鼓掌的双手投入环保 除了做环保 很多环保站连雨水也回收利用 水第一链 我们是用环保的 漂亮 与地球共生息 慈祭人把这样的绿色思维 融合到建筑里 从九二一希望工程校舍 到近几年原建的大爱组合教室 处处看得见环保概念 铺连锁砖 是最基本的 水基本上它是会渗透到大地 然后大地基本上就会呼吸 然后我们当渗透到大地的时候 它又会回到地下水 建筑物与大自然融合 台中慈苑是一栋 接引阳光空气水的环保绿建筑 屋顶太阳能发电 一天可供电1150度 一年省下41万多度电力 以医院用电一度2.8元换算 一年足足可以省下上百万元 节垫省水平常透过雨水回收系统 与一整套再生水利用系统 把可用的水集中储存 一点一滴都不浪费 从101年到102年9月 再生水回收五万九千多度 节省七十五万八千多元 雨水回收使用两万两千多度 省下28万六千多元 绿色建筑建丝堂除了基本的雨水回收系统 着重采光部分 工厚很多 它的通风量就会增加 然后空气增加空气的对流 我们的天井 那空气往上送之后 那空气往外排 那空气带进来 建筑物四周都有阳台 太阳没有办法直接造射到 我们的建筑物的外墙 所以我们的建筑物里面的热源 会比较少 降低室温建筑物深呼吸 也是减轻地球负担 大爱新闻黄子林杨俊廷 台中报道